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rik写了这本书叫做《孩子生了就来不及知新生而醒眠之药的遗失》 现在出第二版了 这已经算是完整版了 这是一个中文的国际版 所以这在市面上 我们上次有讲过 Erik说这在市面上买不到 因为他是独家限定贩售的 而且是在演讲的场合当中才被买得到的 所以他不是作家 可是他已经可以在金石堂的网络书店的排行榜第一名 以及伯克莱网络书店的乡教排行榜的书名第一名的作家 所以我们上次有说过他又多了一个头衔 就是作家的系列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我们听同朋友分享的是 剖西祸洞症、自闭症、雅斯伯格症在马来西亚的严重现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Erik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他大概去了半个月 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跟Erik谈了一下 才发觉这个问题严重了 所以我们特别请Erik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听同朋友分享一下 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跟台湾的状况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 如果你看看你们家的孩子 是不是也有类似呢? 或者是跟Erik所讲的一样的症状 我们赶快请Erik跟我们一起分享 Erik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Erik 好,这次去了马来西亚 对,是 我们不能讲丰收啦 不过的确是啦 是 因为你们的问题真的很多 对,你讲了 这个丰收这个字应该是 我们讲起来是任务相当成功 但是呢 也不太乐意见到了 为什么? 这个有点矛盾 因为我们这次去而发现了 马来西亚的现况 也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过重的自闭症 雅斯伯格症在他们整个国内 的确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很多人 他们搞不清楚这样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 他们普遍来讲起来 我在我几场的演讲里面发现到 他们对于过重症自闭症 雅斯伯格症 比台湾的老百姓 一般台湾的人们知道更多 真的喔? 反而知道更多 那但是他们比例高 因为他们是一个算一个年轻的国家 怎么说年轻呢? 就是他们现在人口 他们在鼓励生育 那像台湾来讲就是一般家庭 大概就生 现在就少子化 生一个已经不得了了 更不要想要生到两个 所以很多都不生 很多都不生 那马来西亚是 他们现在人口 目前大概就是三千万 加近三千万人口 他们国家是希望达到 把人口增加到七千万人 所以他们还差了大概三四千万 对四千万人口 所以因此他们鼓励生育 而且有奖助奖励的方式都不错 对 那因此一个家庭 大概就是生个三个是最基本的 三个四个五个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三到五个 三到五个 平均是个人口 那这么多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喔 如果说把过中症 治癖症 在全世界的国家 但除了非洲 那种落后国家 不会发展这种状况之外 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或是已经文明的国家 的比例来去看的话 马来西亚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经济开发的国家 而且它像一个 在国际地位上慢慢爬起来 所以 他们的孩子 所造成过中症 亚时光症的 自闭症 这种比例 比台湾大概高出了两倍到三倍 所以他们家呢 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孩子 生的比较多 所以呢 状况比台湾严重 非常严重 就是因为这样多了 人口增加多了 变得非常严重 像我是去马来西亚 他们 发生了 当天啊 那几天就发生一些 就是 重大事件 像我今天 才看到 昨天才看到 马来西亚一个新闻 就是说他有一个 这个弟弟 把他姐姐给杀了 这个社会事件 那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也是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 就是刚好呢 这个他们有一个 一个女孩子 在公车上面把这个 那个什么公车司机啊 就把他脖子上一刀磨过去了 就对他们震撼他们的马来西亚 后来这个人被抓到了 这女生被抓到 他们认为他们就是 可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对 那包括这个 他们在联储的时候 发生一个这个 这个18岁的这个男孩子 把他妈妈 因为妈妈不买那个 智慧型手机给他 嗯 他们叫做巨人手机 就买给他 他就在停车场 把妈妈用那个水果刀捅死了 哎哟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典型的患者 他把一个16岁女生捡杀了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认为这些 就好像 其实这样的想法跟看法 其实在全世界都普遍的存在 都认为说这些的 社会事件或是这些 他们也发生很多 他们自杀率很高 自杀率非常高 英修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自杀率非常高 对因为 自杀率是年轻一代的人 年轻一代的 年轻的孩子 嗯 呃 当天 我在马来西亚这几天呢 马来西亚当地的报纸 《光明日报》就指出 他们说啊 现在的孩子 他们叫抑郁症 忧郁症啊 特别高 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这个 现在的 让孩子跑步的地方不够多 哦 是哦 马来西亚很大 对 活动的地方不够多了 绿地不够多了 绿地不够多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考试升学的压力 照射 那边也是 对对对 照射孩子有这样的 心理病 他们就是心理病 还认为是这样的因素造成的 这是普遍大家的一般的 潜在的认知 那我在演讲的时候 跟他们分享这些新闻 那他们看到之后 当我在跟他们 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发现其实 真相根本不是这个状况的 嗯 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上 提了很多 对 看了处置 而且他们就提到这些数字 他们说五个孩童 就有一个忧郁症 五个就有一个 五个血童 这个比例还算低的 是因为我们谈到有 看病跟没有看诊 有看诊有记录就可以知道了 没有看诊 那很多家长是 其实没有带孩子去看诊的 嗯 普遍来讲解他们 其实他们的就诊率来讲 对于过动症 自闭症 雅士博症的就诊率 其实也相当高 嗯 就是他们的家长父亲 把孩子再去看医生 非常非常高 真的喔 所以我在这次的演讲 碰到了一些 很多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 当然这些状况呢 家庭状况来讲 跟其他世界各地的状况 我总碰到接触大融小益 嗯 这是 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 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所发生这些 这些很多这些患者的状况 他们 跟其他的国家 包括台湾 嗯 这些患者跟他们所接触的 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是否雷同 嗯 这是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跟所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嗯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 也就是他们严重的程度到什么地方 嗯 就是 刚刚他们我们所看到是马来西亚 他们的就是卫生部门 做了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普查 嗯 对于这孩子所患症的这个心理病来讲 啊 数字是非常高的 嗯 那也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 他们 知道这个情况严重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那很多每天所发生的社会事件 凶杀事件 跟自杀事件 对他们来讲 甚至一些冲突事件 暴力的行为模式 就是 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也是在处于在一个摸索的状态上面 啊 就在原因完全不免的情况之下 导致他们很多对于这一方面的看法 跟这样的解决方式 其实就是瞎子磨想 啊 瞎子磨想 嗯 嗯 那 我们像我这次去到 接触到很多的 一些 一些组织 也碰到许多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 媒体 嗯 你知道问题 非常的大 你知道我从 冰城啊 到马来西亚冰城到吉隆坡 是 我们接触了几个媒体 你知道吗 我发现了 我们接触很多人的 他们的家属啊 嗯 也是啊 家里都有这种状况 嗯 所以你看看这比例 几乎 大概我们总碰到几乎都有 所以你看这比例是非常高的 嗯 这个高出我们的想象 那很多甚至我们还看不到 就一般大家 当时就是现场马来西亚的 很多人他们还看吧 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在啊 啊 冰城就是 马来西亚北马地区最大的医院 这个医院他们专门在做这个 武学官对于过动症 自闭症 亚斯波症的一个治疗 嗯 这是他们一个主项 主要的业务之一 嗯 所以当时呢 我去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啊 里面的大概医生大概六十 六七十位 六七十位 六十几位医生对 六七十位 嗯 专门在做这个 包括职人治疗师 感动治疗师 挺血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就是 就是 针对自闭症过动症 治疗这些医师 嗯 在跟他们在谈这个问题 我从早上大概 九点半 十一点的时候演讲 一整天到下午六点钟的时间 一整天的演讲啊 其实真的 他们 听到这些东西啊 听到Eric所带过去的 这些所有的新的发现 有关对于 过动症自闭症噪音的预防 还有 噪音怎么来的 怎么去预防他们啊 怎么去抑制他的原性暴力 其实他们完全震撼到了 就是他们一直很想知道答案 其实所有人都想要知道答案 这一百多年来 包括他们也是一样啊 啊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过去对于治疗这个 这个自闭症过渡症 亚斯波文症在这个 整个治疗上面 辅导上面 其实他们也是碰到了一个瓶颈 这个问题是在全世界的 医学界 科学界 同样面临到的问题 他们一样碰到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瓶颈碰到了 所以他们没办法解决 这个现实面的问题 所以现在不断的就是在催眠 其实不管是医食 或是 对于这些症状患者的家族来讲 其实就是在催眠 就是不断催眠 你就是要继续这样子 继续的服药 或者继续做这些 某些的行为模式的辅导 一直继续不断这样做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 患者的状况 对严重性 持续还是存在的 对 所以这真的很麻烦 所以看样子呢 不仅是台湾 那在马来西亚 因为他们国家鼓励生产 所以呢每个家庭 都有三个到五个的孩子 如果每个孩子 三到五个孩子 都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症状患者的话 我那个父母除了 他们是 他们没有像我们有健保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自费 他们有保险 他们也有保险 他们的保险是针对在公立医院 所以他们公立医院 其实啊 并不是说太 不太会有人去看 就在比较贫穷的人 就是收入比较低的 会到公立医院 但是经济状况比较好 有能力的 都会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私人医院 就在马来西亚来讲 医院呢 私人的医院 就代表比较好 规模 而且它的医疗品质制度比较好 最近台湾的医学界 医界很多人都被挖角到马来西亚去了 对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我们在马来西亚提供 很多的私人 更多的诊所 来从事这些医疗 这是好事吗 还是坏事吗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对我来看 其实是一个 他们是站在一种所谓盈利 这就不是所谓的 真的是去治疗帮病人的这些方式 我觉得还是以盈利为主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马来西亚 包括邻国这些印尼来讲 印尼也是人口很多 他们这个2.5亿人口 有2.5亿人 印尼有2.5亿人口 那2.5亿人口的话 他们现在也是鼓励生育 所以全世界 以东南亚 这个东邪这几个国家来讲 这几个国家都很年轻 现在就鼓励人民 赶快多生育 所以他们也同样 犯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对于郭忠正自闭症的这些灶害 其实已经潜在很久了 所以他们忽略到这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导致他们很多的社会事件的发生 我们最近碰到很多的家属 跟这些家庭爸爸妈妈 谈了很多 那么他们也找了很多年的答案 也花很多钱很多的代价 我甚至碰到其中一个爸爸妈妈 他们从美国邀请专家来特别辅导他的孩子 孩子都很大了 大概20岁了 这么大了 对从小就辅导 看了很多的专家 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们答案 他们也过得非常辛苦 不管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如何 尤其我们看到有些状况 父母亲 我们看到很多家庭 都是单亲家庭 妈妈抚养孩子 因为他们也是 他们的观念上就认为说可能是孩 孩子太皮 不是 认为是这个母亲啊 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 对 这跟台湾我有提过 或者有些台湾 一些在亚洲 一些妇女生的孩子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 这个 在南方呢 或者南方这个 妈妈婆家 会认为是媳妇的问题 怎么孩子生出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 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问题发生 对 也造成大的误解 所以我觉得 正确的知道这样的讯息跟知识呢 可以帮助大家 不要产生这所谓的一种迷心跟误解 也不会让夫妻失和家庭破碎 你知道一个妈妈 当天妈妈带这样的孩子 带一个 你知道吗 很辛苦 如果带两个三个 真的是 那压力真的大到不得了 真的 不管在体力上的压力 或者是在今天上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抗病的制度 大概没有像台湾这么健全吧 没有这么好 但是他们在公理医院来讲 都是补助的 都有补助 对 所以他们看私人医院就要自飞 你知道吗 他们在做一个 这些妈妈在我其中一个案子 我举例来讲 妈妈说 你知道吗 医生都跟我说 他要做 这孩子要做什么治疗 治疗 什么感同治疗 治疗分析多少多少钱 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这些钱吗 你知道吗 这些话其实 他说当他没听到这些话 不同医生跟他讲 要做治疗 那个治疗的时候 他觉得就是脑袋就一片空白 真的 因为都是花钱 都是花钱 都是压力 也代表说如果你没有钱 你的孩子代表什么 就没有希望 所以我就告诉这些妈妈们 我告诉他 其实很简单 你要做这些感同治疗 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比如说他到医院做什么 平衡目的平衡走路的方式 我说不需要 你在家里面贴个胶带 贴在地上 那孩子顺着胶带练习走 单脚单脚的前进练习走 然后在手把手打开 手上面放铅笔 去练习他的平衡 不要让铅笔滚到地上 或者说在头上 你知道过去我们不是训练走路吗 那个小姐走飘 空间 在头顶上放个书本 有没有 脚在小朋友头上顶个书本 书本就要这样 训练他的平衡 这也是一个方式 那脚要有没有力呢 他在脚路走的时候呢 你在家里训练他 把那个球 跟买那个小型的球 不要太大 让他两只腿在膝关节的地方 把他夹起来 夹起来利用这个脚来走路 来回的练习走 这一个训练他的脚的失利 我说用很多的方式 就可以达到做这样的训练了 你不一定要到外面去 花很高的代价 很多的这些费用 而且这些代价就是负担 而且他们非常贵 费用非常高的 这些私人医院 所以他听了我很多的建议 真的是 就非常的感谢我 告诉他 什么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 因为很 自己在家里可以 做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帮孩子做这些 培养他们做这些训练 对 所以呢 这个剖西霍洞症 症病症 跟亚斯伯格症 在马来西洋 这次去的状况 那边的孩子的问题 也是真的很多 所以 那这么多的家长 期盼你来了 那他的问题孩子 是存在的 所以呢 在你第二本书当中 有告诉他们 是怎么来做一个完善的 一个改善 还是说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有提供一些方法 有 我在那边的话 有现场的我提供给他们 因为 我的演讲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清晰透彻的 那只要是我的读者呢 我在现场一定 把我的整个的研究 跟一些 他们所应该该知道的东西 我全部会告诉他们 那除了如果再进一步 更详细的话 也会欢迎他们 就透过我的脸书 到上面去解论问题 那我也会亲自的 我都会回复他们 对那像我的脸书是 就是ADHD小写 就英文字的ADHD 控格 然后再来KEY 就是ADHD 控格 KEY 都是小写 那这是我的 就是针对过动症 症癒症雅士服务症的这个脸书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可以从上面去提问题 那这边上面也有 我们最新的一些活动 那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面对这些问题 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些 知识的提醒 对 是好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犯过动症患者呢 包括了所谓的 过动症自闭症跟亚士服务症呢 在马来西亚 那这一次呢 Eric特别缺 那边的大概 算是一个活动 有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好所以呢 在马来西亚这个状况呢 还是算是 算是严重的 那在台湾呢 台湾也是 也严重的好 之前我在节目上 有提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来讲 普遍的存在严重性 我们来看 刚刚提到马来西亚这个出生率 嗯 那以中国来讲 我记得我在前幕里面 有前一提过 像中国大国现在开放第二胎 对 他们现在大概有 九千万多个家庭 要提出申请 也就是这九千万个家庭 发现他们的家里 还是有一些状况 所以希望能够生第二个 好 所以在这 严重的情况之下 人口比喻 再不断地提升 的国家来讲 如果他们不知道 共同自闭症 亚斯波罗症 是怎么造就出来的 如果他们用出了方法 用出了一些不对的方式 可能就延伸出 他的下一代 即使生第二个第三个 会不会也是患者 一定会是患者 对 所以我在上次节目 曾经也提到过 就是中国大陆开放第二胎 全部来自于是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国家 在过去三十年 他们的地胎化 造成了很多的过敦症 自闭症 亚斯波罗症 患者也导致中国大陆 他们的治安 包括一些自杀率 或者一些社会事件 也普遍了这么多 因此 假设他们如果不知道 原因的情况之下 继续在开放第二胎 那这个情况下来 其实他们会造成更多的 患者出现 那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也意识到 他们的孩子 是有一些状况 有状况 但是问题是 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只有我上次去的 就是在今年三月 在北京的演讲的时候 提到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希望 能够下一步动作 也是希望能够到中国 尽量能够帮他们 告诉他们 因为大家都是华人 那希望能够 帮助所有的全世界 所有的人 不只是华人 其实是任何的种族的 民众们 都了解一下 我们怎么样透过自身 用最廉价的房子 不要花那么一块钱 然后怎么样 让我们的孩子 能健验康康出身 然后导致他们 不会成为所谓 过渡症症 痣症症 对 其实这个新闻事件 真的是太多了 有时候你看到 分开的报纸上面 你看到都是一些 要么就是老翁 杀了他的女友 要不然就是 优秀的学生 杀了他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就像Ariam说的 你到马上下去 而且女孩子也是把司机 杀了 杀了是 这个事件很大 然后我当我把这个 都是头版的新闻 我去的时候他们 第二天第三天就 这个女孩子 同样又出现 她同样拿着刀 不知道她是不是又要 又要去杀了 就被人家荡荡逮到 所以这个事情 他们所有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所以对他们的解释来讲 他们认为那个就是 所谓的那种 那种疯子 神经病 可是当我在跟他们分析的时候 他们发现 其实根本 不是神经病疯子 因为我过去一直强调 我在研究上面发现 其实这些患者 他们的表象让你误以为 他们是精神疾病患者 其实不是 他们很正常 他们行为模式 看起来 对任何人来讲 他们就是所谓的 边缘性的人格 反社会人格 或是你可以用很多种名词去 去形容他们 你也可以用很多的词汇 去形容他们 不正常的状况 但是我必须告诉 这些所谓的那些专家 跟一般的人们 大家要知道 那些的看法跟研究 其实不对 他们其实对他们任何的行为 他们来讲 对他们讲完全是合理化的 因为所有会造成这些过动 跟自闭症的 这种所谓的暴力行为 不管他伤害自己的行为 或是对别人产生的伤害行为 不管是语言上的 肢体上面的 或是在生命上的 这些伤害 对他们而言 就是全部是源自来自 他的原型暴力 那这种原型暴力 如果没有适当的意志住的话 那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 是后果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呢 这些的这个状况呢 我想呢 在不管在台湾 或者在马来西亚呢 很多的父母呢 如果看到一个孩子 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呢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而且呢 在Arab的第二本书里面 你有经验 告诉你的读者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改善的方式 是是 要把告诉他们怎么样去 这本书提到了很多方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研究都在上面 相当厚的一本书 大概可能一公斤那本书 重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书上面 那所有的 一般普罗大众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第一个 如果你还没生育孩子的时候 先看这本书 保证你生出的孩子 百分之百 不会是过渡症医生亚死 这个绝对百分之百当保了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假设你孩子 已经生出来是这样的患者的话 不要担心 你现在马上要做的时候 怎么样去把他的原性暴力抑制住 那原性暴力抑制住 不能够用现在一般市面上 所有医学界所告诉你们的那种方式 如果有用 就不会有这么多社会事件发生 如果有用的话 社会事件不会发生这么多 那我们透过其他的方法 去把原性暴力降低下来 那这不代表说 用的这些方法一定不会造成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做 当你们在做这些 怎么样去调试他的所谓的 这个这个这个 环境的改善 因为我前面之前提过 阳光空气水 对 那这些东西来讲 因为每个人的做的条件 你有没有依循的这么样的准则 另外一个 你的孩子是多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你是从小开始做的 还是他已经 他的原性暴力可能随时都要爆发 你现在才开始做 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因此呢 这有一些变数在 那我们只能说 Eric只能告诉各位说 你就先朝这些方向去做 还有任何发生不对的时候 还是要 请求所谓的社福 跟医疗单位的协助 这个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最终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 把所有这些症状患者 全部还原成正常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疾病 他们只是缺了一个机制 我们是把这样 这样的相同的机制 再重新还给他 让他成为一个正常 就对我们人类来讲 正常的人类来讲 都把它还原成正常 人类的行动和模式 所以因此呢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需要可能 有一段时间 是透过 我们可能要卖书 去启动一个 美国的计划 实验室的计划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但是大家有点耐心 因为 我们应该知道 有个像是一本书 一本书都在买 我们希望透过卖书的经费 去统合这个 启动的怀孕计划 那因此我们透过这样子呢 把所有的经费 运用在这个怀孕计划上面 去帮助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 对 所以大家有点耐心 嗯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就是呢 Erik呢 他博士的互动症 自闭症 亚斯伯格症 跟马来西亚的 严重的状况呢 而且呢 他也在台湾的也做一些比对了 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 做一些参考